安倍大臣 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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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賴清德醫師 因為我是醫生 他的醫生比較親切 他二月十八號 宣布 參加民進黨的統統初選 這真的是一個鎮憾蛋 我像海內外的所有關心民進黨和關心台灣政治的都很驚訝 而且我感覺到是 蔡英文雖然他在 現在很多事情都出來了 在台南市補選的時候 賴清德跟蔡總統有在前一天晚上住選的時候有吃飯 他們真的有談到可能蔡英文也有聽到一個風聲 但是也沒有得到蔡英文雖然要選的資訊 所以我想2月18號 3月18號 我想蔡總統真的是很驚訝 當然這三個月來真的很精彩 而且有很多見縫查證的希望說 就把你們民進黨搞砸 但是現在的結果我是認為是民進黨 這些不管是參選的人 或者是黨內的人 或者是這些在上面做事情的人 他們真的是有那個智慧 因為 如果 像有些人在靜洪超市所講的 民進黨這個初選一定辦不完 他都拖著說這都好笑的都假的 他已經弄到國民黨出來以後才再拖再拖 不然如果沒有拖 後面就是 由中使會再開會把這個出選的結果都推掉 然後徵召蔡英文 不然沒有的話就是沒收僑款 不然就是在會員大會 整個黨員大會整個都推翻 結果沒有發生 都沒有發生 這就是說看不到民進黨好的人 就是盡量 你優惠好就對了 那你說蔡英文 當然他拖了一些時間 因為他是蠻小的 而且本來的設計 本來的設計就 就以為只有一個人去選 所以那時間根本就沒有排政見 什麼那些時間都沒有排 時間排得很短 所以後來當然後來 演了差不多兩十頁 人家會有點假話 不過你用正式常識來講 你是可以接受的 對我來講我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三個月以來 真的壓力蠻大的 其實我想在座每一個人 以前都是在 就是也是屬於民進黨內的人士 黨內的出選一定有收到電話吧 叫你連署啊 叫你制度過啊 都有吧 現在黨部他們有選邊站 我們這邊沒有吧 一個都沒有 因為我們的氣面很清楚 我們要找出一個民進黨最強的 不能讓國民黨再回來 這是我們的氣面 對我來講 小英這方面一通電話都沒有 可能我在小英的前面大概也是 是 小 小蘿蔔啦 所以他也沒有卡到內 也沒有卡到內 但是耐清德 可能不是耐清德他的意思啦 不過因為支持耐清德的人比較強 我聽到很多電話說 因為只有耐清德有兩次的連署 小英也有一次啦 小英的連署是比較一般性的 耐清德是比較有代表性的社團的代表 曾經在台面上的 我也 當然我也 有被 被說是不是我要領連署 但是我一直想說 民進黨要贏 初選 不能 一定會有裂痕 但是裂痕越小越好 因為你越大空越難補嘛 讓小空好補 我出來說說 結果出來 有沒有幫助 可能沒有幫助嘛 所以我們就說支持 民進黨最強的人出來 好 那最強的人出來 人在哪裡 這次結果真的是讓大家蠻幸福的 就說幸福 不是說謙虎啦 相信服從啦 幸福 郭文講得不太好 像周榮泰 周榮泰你看得出 他是支持哪一面嗎 剛開始他認為他是屬於張宇文那邊的 後來想一想 聽起來好像他又是支持耐清德那邊的 其實他是蠻 難說這樣 很高興啦 他真的是要把這個做得很公正公平 關於民調 現在還有的人在找 那個民調的事情 民調的過程從開始 母體開始 就請雙方面 都請他們的專家學者來 來看這個母體 你們有沒有承認 有沒有漏洞 請專家來看 大家都 現在還有人在 在找這個議題 這很奇怪 我也好怕 你如果要這樣 你之前就要說 因為這個 這個民調會有問題 出選會有問題 都沒有說 現在 耐清德本身 參加出選人都沒有講話了 外面還要這樣炒 我這是看不清楚 這是想不到他們在炒什麼 好 那我的最重點就是說 我們民間要找出一個最強的 現在這名最強的是誰 這名最強的就是蔡英文 有哪一個政治人物 可以在兩個月裡面 他的民調增加15% 有沒有 我沒有看過 郭忠祐也看過這算了 郭忠祐也看過這算了 他中間改變了自己 他說 一、二、四給他 一個很好的反省的機會 他可以在兩個裡面 他的民調增加15% 這個爆炸機 這個後續力不得了 那麼總統教員 那算給他一分就對了 所以 真的 最有力量的 我覺得就是蔡英文 這個事實已經可以證明了 當然 耐清德說不可沒 因為 表示耐清德是很有智慧的一個政治家 他知道民進黨在一、二、四 整個世紀這麼低落的時候 1.2有一個 黏魚效益 一個氣點 他也知道說 小英你要做改變 你要接地氣 所以他就開始招民間 你說當然這個一二四選的那麼快 如果用國民黨過去的經驗 這邊民進黨也輸了 連周一共也說一二四輸那麼多 總統也可能輸 現在看起來現在不一樣 現在可能是鐘擺小英可能會再擺回來 為什麼 因為如果小英一二四都是他的責任 你輸那麼多 如果你說這樣是證明他真的是錯誤的 他所做的三年來做的事情都要 全部要翻轉回去啊 包括退休制度啊 包括18% 包括統分區 全部要再 就要翻回去啊 但是現在談面所有的包括難率 哪一個要參加總統候選人的人想說 這個 這個 退休 退休制度 要從你再改回去 18% 本來 那個韓國瑜說要改 現在很尷尬啊 因為這不是台灣的共識 表示說 蔡英文 他是很有智慧 他是走在很前面 不過一二是因為他的做法不夠細膩 引起反彈 所以小英一太自己說 他真的從這邊 這幾個階段 他改變了自己 他學到了很多 但是證明他是很有能力 很有爆發力的人啊 所以既然就是到這個時候出選出來的 在外面 現在還在這樣唱衰的人 用嘗試來想一下啦 那些論點都已經不存在了 只要你支持台灣 支持台灣本土這幾年 都要合作在一起啊 我是自三個月 我真的是 真的是很用心在看整個經過 或是我自己的 最大的影響 就是一國兩制的破產 我三十年前還在台灣 四十年前 還在台灣讀書的時候 班上有蠻多香港的巧聲 香港來台灣讀書蠻多的 那時候他們真的沒有辦法了解 說你們你們台灣人 為什麼不要做中國人 為什麼不跟中國統一 他們沒有辦法了解 但是你看幾十年以後 香港現在 現在香港有 有香港民進黨咧 你們看過其實嗎 香港民進黨 還有香港獨立聯盟 這個在三四年前以前是不可能 他們對不對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怎麼會走到這種程度 就表示說 像蘭吉德講的 他在這天裡面他有講 他也是希望說 希望經過台灣做一個民主的燈塔 一個借金 能夠希望中國有一天也像台灣一樣 享受民權、自由、人權 對 所以 整個情勢來 現在在台灣來選 這些候選人 你如果孤大 你如果說你支持一國兩制 你看你會對嗎 絕對不會對 連韓國瑜就說 Over my dead body 對不對 反正一國兩制 香港的就是證明說 一國兩制是個 失敗的政策 給台灣人一個覺醒 你要繼續向台灣 享受這種 現在的生活方式嗎 還是你真的 還是把你的幻想 你的希望 寄望在對岸的中國 我覺得這是 台灣人在這次學習 一定會做出這個決定